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做到了这个水平 目前在全世界有三个平均 一个是BMW B-mini 他也是做这个投资 第二个是Tesla 他已经被Massanis B-4买了10% 所以换个角度来讲 グループ来看的话 目前因为我这个电控技术大概就是BMW B-4 第三个是纳紫紫紫 那我们今天试的是 在双B的这个品牌的基础之下所做的准备 我们明年要量产 是不是超越 我们希望在这基础上面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想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大家试的电动车规格 以及我们明年要量产的规格是一样的 那明年要量产的规格 我们现在争取经济的开发很重要 那我们回过头来 刚刚谈 就是说 如果我们可以让电动车性能做到这个水平 接下来是过分成的 我们尝试 描述一个愿景 当这个愿景 也许半年后 也许一年后 也许两年后 也许三年后 我不想看这个产业的竞争 看台湾的产业的竞争 等下大家在 这个会议室的后面 我们有呈现两三个零件 现在如果大家方便的话 我们给我们看一下 右边那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控制系统 电控系统 中间那一颗远远的就是我们士林马达 左边有一个小小远远的那个就是我们电池 电动车跟汽油车的差别在哪里 电动车是把汽油车拿掉它的引擎 拿掉它的自排变速箱 拿掉油箱 拿到水箱 拿到排气管 触门转换器等等 拿掉这一些零件 拿掉这些零件之后 就装上刚刚打的电控系统 还有跟那个是否麻达 就装这两个 那等一下大家会去看一下 你看一下那个电控系统 里面都是IC版电子零件 所以台湾的目前在IT产业的成本跟竞争力 要把这两个零件做得比我刚刚提到的引擎倍速箱 油箱 水箱 排气管等等来得便宜 我是觉得那个机会潜意识非常大 看看整个政策以及相关的配料内容要不要托车 你们等一下都可以打开看看 因为零件可以看到的是 都是很熟悉的 都是台湾很熟悉的这些零件 那我们知道 Engine 跟变速箱这两个加起来就要可能一二十万 所以其他的不谈 你看那两个要把它做给他便宜 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让他规模进行量长的时候 我相信很快的 再加上税务上面政府的一些措施 像国外政府目前的这种做法 我相信很快 电动车不会比汽油车更贵 我想这个只是可待 这是一点